差不多就收拾出来了 厨房收拾干净了 就可以了 主要是这个地方 不要让它有这些颗粒的东西 这个也关了 刚才关火了 别让它一下水 我是刚忙完第一阵 房东的亲属就出来了 说这个灶台怎么清理啊什么的 说了一大堆说 鬼皮两两口他们用那种磨砂 说他们用这种蓝色的磨砂 这种的蓝色的磨砂去磨这个面 把这个面都磨坏了 然后我就 他就给我看他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是他用来清理灶台的 他买的 我估计是这个灶台在买的时候赠送的 付赠的 我这个是在eBay买的 因为他跟我说过 这个灶台分成两部分 他用一半 我跟隔壁的两两口他们用 我们用一半 所以我在eBay买的这么一个 heavy duty耐用 remove burnt on food 移除烧焦了的食物上的东西是吧 food housekeeping 那这不是什么 用这种玻璃平面的清洁吗 玻璃灶台顶端清洁气和透光 应该是咱们 我猜应该中国产的吧 嗯 美国生产的 为什么这个V买 V买有点像汉语拼音呢 反正清洁的时候 他告诉就用 这样的纸巾 然后 抹一点像 它也像牙膏一样 这个核桃仁吧 这是孙老 齐秦 反正那个 那个房东的亲属 他是很 生活很仔细啊 他是一周 准备一周的食物 放在冰箱里 分成这样的不同的盒 这个大冰箱一个人用 这条大冰箱 隔壁 轮口 那个冰箱在这个 在一楼的车库啊 嗯 这好了 我这也弄好了 嗯 嗯 这把太太趁机摸一下我手 这把太太好可恨 摸一下手 我就好好洗一下 这把太太太太 了 这把太太太太太 了 这把太太太太太太 嗯 着好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